传统的祈祷师 会把鱼鳥绑在鱼鳥底下 如果绑在鱼鳥底下 就会拉到鱼鳥底下 才可以传到干上 当吃饭时 拉到鱼鳥底下 鱼鳥底下 要解决这个问题 我们有一个叫做 倒吊起头 即是把鱼鳥底下 拉到鱼鳥底下 这一拉 用同样的力量 干的摆动 放在鱼鳥底下 更加大的摆动 预讯的传统会更加清楚 这个倒吊起头 其实你只需要 可以用传统的子弹鱼 上面 需要用一个 即径用的 所谓的锁匙圆 原装是这样的 又或者简单 用一个 三叉力圈 中间加一个 锁匙圆 扣上去 这样就可以做成 这个倒吊事挂的设定 的图 倒吊事挂 这个是新的 这个钓组 就是 这么小的钓石口 就用来做 用来做 这个是 很厉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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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低大